最近波斯湾风铃再起,除了美国海军林肯号航母战斗群快速逼境外,另外一支由圣安东尼奥级船物登陆舰为核心的两栖战斗群,也参合到了波斯湾争端中。 这个布局和1988年,美国对伊朗进行祈祷螳螂打击行动时一模一样。 当时美军派出的是核动力航母企业号和护航的核动力巡洋舰,特拉克斯顿号。 另一支编队,则由特伦顿号船物登陆舰领队,拜恩赖特号导弹巡洋舰,美林号、林德麦考斯克号驱逐舰,西普森号、巴格利号护卫舰出战。 此外,目前,美国还在与伊朗隔海相望的卡达,布置了B-52H,同温腾堡垒战略轰炸机中队,并增加了爱国者防空导弹的部署量。 山羽欲来风满楼,美国的一系列举动,让人们闻到了波斯湾上空的硝烟味。 大家都知道,美国的十万吨超级航母带领的战斗群是庞大的。 如此庞大的舰队,虽然威慑力一流,但进入到池塘一样的波斯湾中,会不会变成博足的巨人呢? 因为波斯湾最宽的地方,也就338公里。 霍尔木兹海峡更是狭窄。 在这样的峡湾作战,航母战斗群将面临多如牛毛的攻击,加上伊朗空军和海军导弹数量众多。 组织起宝核式攻击,也不是不可能。 那么美国有什么信心保证其,能够将航母派进这么危险的区域呢? 显然,美国海军是不可能作减自负的。 其能够进入波斯湾,自然是对伊朗有全面的了解,甚至是有绝对的把控。 首先,这次行动的主动悬在美国手里。 美国这次对伊朗的强硬态度,源于有情报显示,伊朗要对美国在中东的部队动手。 而有意思的是,这个所谓的情报,居然来自于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。 连以色列自身都不认为,这个情报有多准确。 但是华盛顿方面,显然是急于利用它。 反观伊朗。 伊朗到目前为止,仍然不希望与美国产生冲突。 他多次表示,自己对美国不构成威胁。 从这点上看,伊朗是希望能够化解矛盾的。 但是却在退出伊核协议后,坚决要搞伊朗的美国面前没有一点用。 两国的态度显示了,美伊冲突,一定会是以美国作为开第一枪的人。 而不是伊朗。 在这种情况下,美国有更大把握掌握战争节奏。 甚至有把握让那些伊朗的飞机、导弹,没有办法升空。 其次,美国对冲突的范围是有控制的。 虽然1988年,美国对伊朗开展了祈祷腾狼行动,几乎消灭了波斯湾上的伊朗海军主力。 但是美国对那场一天中发生的区域性战争的节奏控制得很好。 虽然伊朗从本土发射过反舰导弹。 但是美国并没有对伊朗本土进行攻击。 而是对出现在美国舰艇附近的伊朗舰艇进行全面。 有效地控制了战争的规模。 从目前美国调兵遣将的规模来说,其实也不大。 想想海湾战争的时候,美国调动了六个航母战斗群。 而目前仅一个航母战斗群和一个两栖远征群。 这个规模就不是打前面战争的。 最多应付一下冲突。 所以,伊朗也就不会真的下死手。 第三是美国基于对自己舰队防御体系的自信。 前期,伊朗国防部长阿米尔哈塔尼, 专门展示了能避开雷达, 并能更精准命中水面目标的新一代波斯湾型反舰弹道导弹。 这种号称是伊朗版的东风21D的导弹, 就是为美国航母准备的。 除了弹道导弹外, 伊朗还有导弹快艇、潜艇、 按机反舰导弹、空射反舰导弹等, 都是打击美国航母的利器。 10枚步行100枚, 100枚步行1000枚反舰导弹, 总能够击沉美国航母了吧。 很多网友都是这么想的。 但事实上是, 面对伊朗寄出的所谓航母杀手, 美国海军却根本不屑一顾, 想攻破我航母的防御圈。 你以为你是苏联的红海军啊? 其实美国和伊朗自己都心知肚明。 伊朗的武器秀, 只是摆明一个态度而已。 真的要击毁美国航母。 伊朗这点战斗力还真不够看。 伊朗反舰弹道导弹虽然厉害。 但是对于由宙斯盾防空系统和标准2M2远端舰空导弹, 标准分散导拦截弹组成的绝对防御圈来说, 却仍然不够。 伊朗的反舰弹道导弹弹道比较固定。 在具有弹道导弹防御能力的宙斯盾系统的拦截下, 几乎很难有效突防。 另一方面这些导弹射程, 也就300至700公里。 美国航母战斗群的防空虚逐舰, 甚至可以直接发射导弹, 将还处于上升段的伊朗反舰弹道导弹击落。 除了导弹, 仅有的击落级潜艇、 威型潜艇和海军水面舰艇部队, 在强势美国海军面前几乎没有活路。 有的朋友说, 那么伊朗的海上狼群攻击艇呢? 伊朗不是经常演练攻击艇发射火箭弹, 击沉美国航母吗? 其实这也就是外航看个热闹。 真打起来了, 伊朗这些没有防空能力的小艇, 在美国舰载机携带的小尺寸雷射制导炸弹, 和反坦克导弹面前是毫无生还可能的。 所以, 要对美国航母进行饱和攻击, 伊朗目前的反舰弹道导弹也好, 海军力量也好, 都是有所欠缺的。 打击效果并不会太好。 当然, 并不是说, 美国海军的航母战斗群, 就一定不可战胜。 这要依靠更多的武器装备进行的体系化作战, 需要谋略和规划。 当然还需要一点点运气。 有的时候运气至关重要。